上一篇贪婪的案被指控侵犯的16人 来来回回就是在黑龙江省高院 申诉被驳回申诉又被驳回 有个老头是这样评价这个案子的 如果还是原来那帮公权力的人来复审 那会有啥好期望的呢? 今天讲的这个事件 就是老头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早些年的时候 我常在澳门珠海的公碑口岸来回 那时候就很不解 为什么几乎人手都要买几罐奶粉到大陆呢? 什么时候突然掀起了一波抢奶粉潮? 原来民众早就对大陆的婴幼儿奶粉失去信心了 早在2003年开始 就爆出过安徽省富阳市 100多名婴儿陆续患上了一种怪病 脸大如盘 四肢短小 俗称大头娃娃 因为事件危害到婴幼儿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 派出了一对直接受命于他的国务院调查组 到富阳市进行调查 可见上头对这个恶劣事件的重视 调查发现有不法商家用淀粉、蔗糖等价格低廉的食品原料 部分甚至是全部替代奶粉 再加奶精、香精等等的添加剂来调节香味 制造出劣质奶粉 这种劣质奶粉便宜 但是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维他命、矿物质 远低于婴儿需求的标准 长期使用这些劣质奶粉会导致婴幼儿营养不良、生长停滞、免疫力下降 还有各种并发症 严重的就像前面说的大头娃娃 更严重的那就是死亡了 见不见啊这些黑心商人 当然国家也是对这些不法商家进行了严惩 得令停产、罚款、刑事拘留等等 但我也不知道这叫幸运还叫不幸 这些劣质奶粉没有发现铅、生等有害有毒物质超标 也没有减出激素成分 这个劣质奶粉事件就不属于毒性物质侵害 法律对这些人或企业的制裁也就很有限 以至于4年后 间接导致了恶名昭彰的毒奶粉三聚氢胺事件的发展 当年三聚氢胺事件当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三路集团 他甚至跟4年前的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也有关系 但是三路集团太克金了 躲过了劣质奶粉事件的那一枪 三路集团的董事长田文华 甚至都能撼动当时直接受命于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 同时也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郑小瑜 三路集团就是在这个郑小瑜的权力下 成功让富洋市相关部门掩盖他劣质奶粉的真相 具体有关三路集团的历史啊什么的 可以去看一下小屋的介绍 我就简单带过了 2008年6月28日 甘肃省解放军第一医院的泌尿科医生张伟 陆续收治了4起6到11个月的婴儿 他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全身腹肿 难以排尿 甚至是无法排尿的症状 通过超声波检查后发现 这些孩子都有双肾结石的问题 后来问询这些患病孩子的家长 哦 原来他们都构建了18块钱人民币 带的平价三路奶粉 就算三路集团是奶粉行业的巨头 就算三路集团有超能力 甚至能够撼弄国务院派下来的调查组 随着越来越多婴儿泌尿系统出现问题 张伟医生本着医疗工作者的良心良知 顶着有可能这辈子再也当不了医生的风险 毅然决然给媒体写下了检举信 很幸运的是张医生的检举信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南方周末 蓝州城报分别报导了该事件 三路集团一时间成为众矢之地 其间更传出三路的公关公司 北京韬然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在8月11日的时候 给三路出了三条危机公关建议 一就是不让消费者短时间内开口 二跟百度签订300万元广告投放协议 删除负面新闻 三收集同行的负面新闻 有必要的时候就扔出去转移焦点也好 大家一锅端也好 你就看看公关公司的手段有多毒啊 当然了 百度没有接受这笔肮脏的交易 毒奶粉事件刚爆出来的时候 田文华还在多次开会探讨应对措施 他特别要求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然而全国各地突然爆发了数十例 有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等等泌尿疾病的婴幼儿 就像2020年初 新冠最开始爆发的那样 三路想按都按不住 2008年9月11日 三路集团以奶粉受到污染的名义 召回了700吨奶粉 第二天 三路自爆污染物为三聚氰胺 并表示是奶农未获取不法利润才掺进去的 意思就是 欧姆鸡头啊都是下游厂商的所为 开玩笑嘛 田文华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他在此之前就一直在开展保密工作 这也就是为什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牵扯到那么多乳制品的企业 然而就只有三路集团玩完 只有三路的高层被判刑的原因 因为三路是明知道奶源有问题 还一样出售给消费者 而且作为乳业巨头 其他很多乳业公司的部分奶源也踩自三路 这些乳业公司其实严格来讲 比较像是受害者 9月13日 国家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 9月16日 国家制检总局经过了数天的努力 排查了全国总共175家 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 共491个批次的产品 当中有22家企业69个批次的产品 被检出了三聚氰胺 并公开发布了这些毒奶粉的品牌 那三聚氰胺是什么东西呢? 众所周知 婴幼儿喝奶粉主要就是为了要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 是人体所有细胞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我们如何检测一款奶粉 所含的蛋白质是否达标呢? 蛋白质的核心是阿法氨基酸 阿法氨基酸是由碳氢氧氧元素组成 但碳氢氧氧很常见 奶粉里的脂肪、糖类什么的 也是由碳氢氧组成 所以检测氧元素含量 就成为了检测蛋白质含量的一个标准 这个检测的方法就是凯氏定氮法 于是张玉君、高俊杰等奶农跟销售人员就想了一个损招 现在液态奶供不应求 但我们能不能在牛奶里面加水 一斤变两斤、三斤甚至更多 等到乳制品公司检验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时 我们加个三聚氢氨 三聚氢氨氨氨元素的含量特别高 最重要它便宜啊 这样就能骗过那些来收奶的公司了 缺德啊这些人 难道他们不知道三聚氢氨是一种具有毒性的化工原料吗? 早在上一年 在猫粮、狗粮里就曾经发现了三聚氢氨 致死14只猫狗甚衰竭死亡的事件 虽然事件发生在美国 但是当时的原材料出口是在中国 最后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公开了调查结果 确实是中方原材料公司仍为添加 当时猫粮、狗粮加入三聚氢氨的目的 跟现在这些奶农的目的完全一样 就是为了要提高氮元素含量 偏过蛋白质含量的检测 你说这些奶农如果不是借鉴这个事件 怎么可能会知道三聚氢氢还有这种作用呢? 既然他们知道这个毒猫粮事件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三聚氢氢有毒呢? 当年毒奶粉品牌在公布前 多少家长提心吊胆夜不能眠 都害怕自己家的宝宝喝到了这些批次的毒奶粉 郭丽的女儿在2008年的时候才刚两岁 奶粉也是女儿的主要食品 但是郭丽并不怎么担心 在毒奶粉品牌曝光之前 所有的报道都针对的是三路评价婴幼儿奶粉 而作为一名德语、英语、双语同声传译的翻译官 郭丽当年的年收入就达上百万元人民币 他怎么会给女儿喝这种平价奶粉呢? 尤其是2004年大头娃娃奶粉事件的爆发 成为警醒家长谨慎选奶的第一枪 郭丽为此还特别选择了广告词上打着美国奶粉的施恩奶粉 看着施恩奶粉罐包装上写的 进口奶源四个大字 郭丽也就对自己精挑细选的施恩奶粉不怎么担心呢? 然而2008年9月16日 国家治检总局终于公布了不合格奶粉名单后 郭丽赫然在名单上看到施恩的名字 这下才敲起了她的警钟 郭丽查看毒奶粉的不良症状 包括厌食、发育不良、孩子脾气暴躁等等 这些症状不都跟女儿完全符合吗? 于是她立马带女儿到医院进行检查 根据超声波的检查 女儿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 用国语来讲就是双肾内有多个结石 医生告诉郭丽 这就是典型吃了毒奶粉的症状 得知这个结果后 郭丽马上致电了施恩品牌坊 然而得到的回应是 我们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 你看狗不狗 明明自检局都检出你奶粉三聚氰胺超标了6倍到17倍 你还在跟我瞎扯蛋 于是郭丽将女儿吃剩的跟未开包装的施恩奶粉送检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很快给出了报告 报告显示郭丽女儿使用的几袋施恩奶粉三聚氰胺含量 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 最低超标25倍 最高甚至达到了132倍啊 拿着这份检测报告 郭丽暂停了手上所有的工作 从北京飞到了广东省潮州市找到了施恩公司的总部 结果施恩公司的回应是 我只能赔偿你10罐20罐奶粉的钱 一个女孩双肾结石 肾功能受损 有可能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 就赔10罐20罐奶粉的钱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施恩奶粉刚开始竟然敢开这种条件吗 在三聚氰胺事件全面爆发之前 2008年2月25日 一个40岁的爸爸王远平发现自己13岁的女儿 有腹泻尿尿出现黄色颗粒物的症状 这些症状都是在喝奶粉后发生 他所买的奶粉就是三路奶粉 于是他致电三路 三路的答复是 产品是真货 质量没问题 放心喝 可是这明显是奶粉的问题啊 直到2008年5月20日 汶川大地震 三路集团捐赠了价值900万元的奶粉 王远平见到这则新闻后 在天涯社区发出了质疑 这种奶粉能用来救灾吗 没想到这条帖子竟然火了 当时三路集团直接用价值2476.8元人民币的四箱奶粉 换来了王远平的闭嘴 删掉了那篇贴文 就是有三路集团这种老大哥用四箱奶粉换来了爆料者王远平的风口的先例 诗恩才有样学样 才敢用10罐20罐奶粉 就想要堵住郭利的嘴 而且三聚清安事件爆发后 22家毒奶粉品牌 集资成立了一个总额为2亿元的赔偿基金会 当中最低一档的赔偿就是2000块 诗恩认为 你还想要多少吗 但是诗恩惹错人了 郭利跟王远平不一样 他有学识有见识 关键人家是同声传译的翻译官 英文特别好 还特别有钱 郭利发现了诗恩奶粉一个bug 你诗恩不是宣传百分百进口奶源吗 那怎么还会参杂到本地受三聚清安污染的奶源呢 这时候诗恩也开始摆烂了 眼看各种像是什么 相关人员已经辞职啊 假衣陪三啊什么的常规操作 对郭利没有作用后 他直接告诉郭利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应该找美国去 他们应该想不到 郭先生可是英文同声传译的翻译官吧 就是这么一句话 典型的郭利 对啊 我就直接去找你们美国公司去 结果郭利一到美国调查后 竟发现 原来诗恩所谓的美国品牌 根本只是他们在美国注册的一家 空壳公司 这家公司的注册地点 就是德州一个乡村的民宅 没有工厂 没有一个员工 他的经营范围 不要说是生产或者销售奶粉呢 连食品相关都不行 打着美国公司100%进口奶源旗号的 施恩奶粉被专家指出 其奶源来自国内 并且也不是什么外资公司 拿到了这些铁证后 郭利联系的相关媒体进行曝光 2009年6月13日 施恩主动联系到了郭利 协商代表亲自飞到了北京 与郭利进行协商 双方最终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 施恩向郭利一次性赔付40万元人民币 而郭利则答应不再追溯并放弃赔偿要求 两天后也就是6月15日 施恩被迫向公众道歉 承认自己宣传不实 并非国外品牌 而是亚士利集团控股的国内厂家 当时亚士利集团正筹划准备在香港上市 对于负面新闻相当重视 在亚士利看来 对于旗下施恩奶粉 这波危机公关处理相当得当 一切终将回归正常 谁也没想到 在施恩跟郭利签署和解协议之后的两个星期 也就是6月25日 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档专题节目 名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 亚士利跟施恩高层看到这个节目 肺都气炸了 这怎么还直接点名啊 而电视上出现的那个男人 赫然就是两个星期前 收了自己40万元 写下不追溯协议的那个男人郭利 节目最后的结语是这样的 郭先生也表示 他的行动还没有停止 这个节目一播出 迅速引起了大众的反响 对施恩奶粉跟上面的亚士利 都造成了毁灭般的打击 但最让施恩跟亚士利生气的是 郭利这个人言而无信 说了不追溯 还要向媒体爆料 但人家是消费者 现在是法治社会 很不能把它做掉吧 但实际上 这档节目早在2009年3月的时候 就开始录制了 更何况 条款上也并没有说 不能向媒体公开信息啊 节目播出后 施恩又再次电话及简讯 联系到了郭利 这一次连他背后的控股公司 亚士利集团也出面了 以前咱就不说了 如果最近你要有在做节目 或者什么的话 你有什么要求 或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讲出来 就是不要再这么搞了 双方决定再一次见面 并进一步赔偿 在厂家代表的要求下 郭利写下了一份赔付内容 要求厂家赔付总共300万元人民币 以换取此次彻底平息 一切都进行的特别顺利 顺利的有点超乎寻常 7月21号 郭利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 叫他到杭州进行交收 奇怪了 先进赔付的地点是北京 对方的总部是在广东省潮州市 为什么会选择到杭州交付赔偿金呢 虽然有这个疑虑 但是郭利还是坐上了 飞往杭州的飞机 毕竟300万也不是一笔小钱 然而郭利刚下飞机 就被潮州市潮安县的警方 以敲诈勒索的罪名逮捕了 施恩亚士利这波操作 溜得很啊 在庭审期间 郭利才知道 原来施恩早在2009年6月30日 也就是双方刚开始谈判赔偿事项的时候 就已经向潮安县当地报案了 难怪呢 我说他们怎么谈判300万赔偿款的时候 那么顺利呢 原来在这等着呢 不仅如此 在工程时 亚士利的控诉律师 还提交了双方谈判时的对话录音 录音显示 郭利确实有讲到 如果我的诉求达不到 我会继续寻求媒体的曝光 这种类似威胁的话 然而郭利之所以会说这句话 是因为这是在对方谈判代表 引诱之下才说的 事例的这个谈判人员 还跟他在言语上 在问他 如果你这个要求达不成的话 那会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郭利就 在他们这个再次的引诱之下 就说那如果是我的这些要求达不成的话 那这个媒体的这种曝光 我是要继续去求助的 同时也就是亚世利自己拿出来的这份录音里 无意之间也录下了亚世利的高层跟谈判代表之间 在跟郭利谈判之前的一段对话 这也就是说 亚世利这一趟跟郭利的谈判 根本就是要去给他下套的 就是要让他提出高额赔偿 这样才能以敲诈的罪名抓他 无奸不商啊 2010年1月 潮安县人民法院认定 郭利与施安的赔偿协议已达成 郭利为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 利用媒体进行恶意报导 使企业破产的形式进行要挟 非法占有他人财务的目的明确 罪名成立 判处5年有期徒刑 你敢相信 亚世利下套下得那么明显 法院居然判他们胜诉 这个判决 郭利肯定是不服的 立刻提起了申诉 然而很快二审的结果也下来了 驳回郭利上诉 维持原判 针对亚世利自己人的那个录音 曹安县法院认为 郭利原本主观上 就有向亚世利索要300万元的意图 所以并不能证明 是受到对方引诱下才说的话 郭利还是不服 他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去了申诉 2010年5月 广东省高院裁定 本案在程序上存在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 却有错误 则令往上一集 潮州市 终极人民法院再审 这里高院讲的错误是什么呢 曹安县第一次审判 到第二次维持原判 总共就隔了8天啊 除去周末 也就是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给维持原判了 这点时间 连送一个信函的时间都不够 这中间的猫腻 难道还不明显吗 哦对了 雅士利跟施恩 就是在广东省潮州市 潮安县注册的 这中间有什么利益关系 我就不好明说了 2010年12月 原以为终于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 结果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旧维持原判 郭利开始了5年的监狱生活 这期间 他依然没有点头认罪 父母跟妻子都表示无法理解 一直认罪状 他可以获得减刑机会 可以早日跟妻女团圆 但是 他没有什么能够体会 郭利事后回想起自己 亲手将一勺又一勺的毒奶粉 挥进女儿嘴里 那个后怕的心情呢 在服刑期间 妻子终于受不了郭利的挚扭 选择跟他离婚 他的盼头就只剩下女儿了 在苦闷的服刑岁月里 郭利只能不停地画画来缓解压抑 他构想了这样一幅画 他左手牵着女儿 右手拿着申诉状 背后还背着一块板子 上面写着 家无家可归者 继续走在维权的路上 然而 他将要走了这条路 前面是一片空白 他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毕竟对方是连终极法院 都能左右的人啊 事实上 郭利也正如这幅画一样这么做了 2014年7月 没有获得一天减刑的郭利出狱了 只休息了十来天 郭利立马走上了自己的维权路 唯一跟话不同的是 他的左手并没有牵着女儿 而是阻着拐杖 因为在狱中吃尽了苦头 他的腿脚在出狱时落下了残疾 即使这样 他依然奔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亲自递上了申诉请求 历时将近两年 广东省高院终于在2016年5月 第二次决定再审此案 理由是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2017年4月7日 距离郭利出狱将近三年 广东省高院开庭审理 撤销了朝安县法院 跟潮州市中院的控罪 改判郭利无罪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开头说 这是老头说 如果还是原来那帮公权地的人来复审 那会有啥好期望的呢 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这个案子历史9年 从2008年9月发现施恩毒奶粉 到2017年4月7日被改判无罪 郭利跟亚世利施恩的抗战才终于结束 9年前 他年路百万 家庭美满 是所有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而现如今 虽然洗刷了身上的不白之冤 但出狱后 已是物事人非 身上落下各种疾病 无法正常工作 只依靠残疾人低保 跟父母的退休金 勉强算是活着 更可悲的是 郭利跟亚世利的抗战 经历了9年 妻子不仅没有陪伴在他的身边 更出卖了他 郭利出狱后 在家中找到了一份 妻子跟亚世利签订的协议 上面写着 本人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并无任何症状表现 本人反对郭利此种做法 并坚决不参与此次事件 这篇跟亚世利签订的协议 等于一方面 想推翻女儿 因毒奶粉双胜结石的事实 另一方面 彻底跟丈夫撇清了关系 这中间 前妻跟亚世利 有没有利益关系不清楚 但看到这样的协议 郭利能不心寒吗? 漂亮的结语我就不再说了 大家可能对两件事比较感兴趣 一个就是判错案的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跟潮安县法院的相关人员 是否有罪 答案是没有 因为断案这种事 大家的标准不同 只能说结果有误 但程序无误 第二个就是 沈高院审判长 最后讲的那句话 所以郭利获得了多少国家赔偿 亚世利又给他赔付了多少 2018年7月31日 郭利发布了一篇 自亚世利国际乳业公开信 要求亚世利集团 赔付1000万美元赔偿金 另外最佳 综合精神赔偿金3000万美元 共计4000万美元 然而这个时候 亚世利集团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亚世利集团了 他不仅在2010年 在香港完成了上市 2013年 猛牛乳业对其进行投资整合 成为了亚世利第一大股东 面对郭利的赔偿要求 亚世利只觉得荒唐无礼 而且当年参与谈判的代表 早已跟亚世利没有任何关系 他拒绝赔付 可悲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郭利的发声虽然不曾停止过 但也逐渐被群众淡忘 他的发言 在猛牛亚世利面前 显得如此渺小无力 为了做郭利案 我也去翻了他的微博 竟然发现 他现在不去怼猛牛亚世利了 而是去怼司法机关了 原来当年广东省高院那句 申请国家赔偿还有后文 根据广东省法院在2019年的发文 郭利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 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 务工费 节假日务工费 1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 10年社保 医疗 住房公积金等 务工费利息 郭利父母精神损害抚慰金 司法机关抄家和办案卫所门 导致私人物品丢失赔偿 咨询律师费 9年申员差旅费 参费等等 以及母亲补偿 郭利在看守所 监狱的生活费 共计 2亿2000万元 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 最终只支付了其中的两项 还不是全额 一 按照2016年度 全国职工日 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的 人生自由赔偿金 472733.14元 而精神损害抚慰金 165450元 总计 638183.14元 这个赔付金额的差异跟合理性 就让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吧 我就不多评论了 郭利很明显 不会满意这个国家赔偿金的数额 他现在依然在各个平台发声 争取自己的权益 他在微博上更表示 自己在狱中被强迫认罪 遭遇各种非人对待 在出狱后精鉴定伤残 脊柱外伤性骨折 牙齿被打脱落 因肠炎饥饿 营养不良 引起糖尿病 胃病 这些后续治疗都需要高昂的手术费 治疗费 国家赔偿金明显是不合理的 然而广东北京最高法院 却以已过赔偿期 与权力失效来取消执政程序 这令郭利十分不满 唉可怜啊 郭利的发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不被公众关注了 好了 今天就知道 到这里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来按赞订阅 或许最新的影片 都知道了 拜拜